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可能我觉得太神奇 海洋生物馆里孩子们崎岖满满 各种各样的水母和千奇百怪的鱼类 让小学生们挪不开眼睛 爱学习的孩子还认真做起了笔记 一场关于生命起源的中文公开课开始了 孩子们目不转睛 认真听讲 探索着生命起源的奥秘 这些画室都告诉我们 他们以前看起来是怎么样的 我从来没见过那么多蝴蝶 海洋生物馆 云南十八怪 鲜花论金脉 斗南花市是一个最浪漫的地方 这是亚洲最大的鲜切花交易市场 带着花环在满是各种鲜花的市场里穿梭 每个孩子都洋溢着幸福的微笑 他们买花 带花还唱起了歌 蜂蜂美丽满之夜 我最喜欢之里有很多新花 今天我很开心 荷花也很好看 这个花很漂亮 我们美国不可以找到这些东西 快乐中文 你好 上微博参与2023世界中学生汉语桥 2023世界小学生汉语桥 话题互动和全球热爱中文的青少年 共化中国情 今天的汉语桥全体中小学生 来到了最期待的一站 云南野生动物园 我妈妈很喜欢猴子 因为太熟猴 哎 好吃嘛 今天的快乐都是动物园给的 每个孩子都能在动物园 找到自己喜欢的动物 最喜欢的动物是熊猫 我最喜欢的是狼还有狮子 当小朋友遇到小动物 快乐就变成了双倍的 欲教欲乐 小朋友们还学习到了很多东西 不会一个关于猴子的成为叫 尖子猴筛 猴童 猴鸟 鹿鹿为马 鹿死水手 接下来我就要进福利宫了 好期待啊 看完了动物 汉语桥又带着小学生们 穿越植物王国福利宫 小学生们也对这些奇妙的植物 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和讲解员老师一问一答 学习的氛围非常浓厚 我喜欢福利谷 很多植物 很喜欢这个植物园 汉语桥为小学生们 准备了一堂关于植物的中文课 可以给我们提供饮料 通过一种方式呢 我们就可以欣赏茶花 孩子们积极参与 忍真听讲 还参加了一场小小的测试 又是收获知识的一天呀 我觉得福利宫非常有趣 然后里面的花还有植物 非常的美 就像游戏的场景一样 我今天考试 我觉得考得很好 考试考得我觉得 这把吻了 小学生团队里 有一位叫威廉的小朋友 非常亮眼 他长得很像哈利波特 非常可爱 我叫威廉 我今年十岁 是一名法国和立巴兰的混学 在新加坡出生 我生活在塞培路斯 所以我是一个 赚来赚去的小孩子 和很多志愿者 都能自如地交流 也能和工作人员 达成一片 你也怎样 你也吃得好多哦 我吃得好多 对 就这个意思 胡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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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其他小学生关系也很好 大家都非常喜欢他 简直是个小小万人迷 他的中文很好 我想跟他学 还有他很友 他很 他很友好 所以我要跟他做朋友 威廉的爸爸因为工作原因 会经常带家人 去世界各地采风 这样的经历 拓宽了他的眼界 让威廉小小年纪 就精通了五国语言 我从小的时候 觉得语言 是一个简单的东西 想要用这个才能 能去学习更多的语言 这样我长大的时候 能交流 我也能选我要去的地方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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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什么 还有你好 威廉是个情商很高 很有善的孩子 他会经常夸志愿者姐姐很漂亮 对于帮助他的人 他也积极表达自己的感谢之情 把每个人都当成自己学习中文的老师 不管是成语 古诗 还是陌生的汉字 他都在平时游玩的过程中 丰富了自己的中文储备 他叫胶砖 他的尾巴怎么了 特别高 他的尾巴特别长应该是 一个叫雷霆 一个叫望君 意思是非常有力量 额额额 迹象像天歌 白毛胡绿水 从小波清波 我们爱中国 所以我们想继续教语 它是一个未来的机会 在本届汉语桥小学生组的选手中 有一对关系特别 来自俄罗斯的士生 五年前我成了叶琳娜老师的中文学生 对于达雅 叶琳娜给出了很高的评价 达雅的状态一直很不错 她热爱学习 她不怕吃苦 达雅她经常参加一些中国传统文化活动 她喜欢中国传统舞蹈 还喜欢快板 我有很多兴趣爱好 我喜欢花样滑 编起码 花花塑造 学习空中体操 即使有这么多的爱好 需要不断地学习提升 但她一直没有中断中文的学习 达雅以全俄罗斯汉语桥小学生组 选拔赛第一名的成绩 来到北京参加第三届汉语桥世界小学生中文秀 兴致正高的达雅还接通了 她远在俄罗斯爸爸的视频电话 进学校 进家庭 游学观摩 中文基础考试 在云南的这段日子里 让达雅更加认识了中国 了解了中国 更热爱上了中国 大小猫 我喜欢 达雅 加油 我爱中文 中国 我爱您 我爱您 你 我爱您 你 我爱您 我爱你 我爱你 你 我爱你